中國大陸你不要見口我覺得那是你的損失 大家好歡迎回到放韓利的頻道 我是Steel 今天這集影片我們要來搶救台灣鳳梨大作戰 因為最近大家應該都有看到一個新聞吧 就是中國大陸禁止台灣的鳳梨出口到他們那邊去 他們說的原因是說台灣的鳳梨有檢驗出一些奇怪的害蟲 但實際的原因我相信大家應該心知肚明 那現在因為台灣的鳳梨產量過剩農民欲哭無類 所以我就想說我們是不是可以來自己人消耗一下 所以我現在人是來到了位於台中的一間愛買 因為它這間愛買裡面據說有代客料理的餐廳 那愛買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它是生鮮大賣場 一樓跟二樓一定會有賣台灣的鳳梨和一些新鮮食材 所以我這集影片就想說那我是不是可以來到愛買 來買一些台灣鳳梨和新鮮食材 然後拜託餐廳裡面的料理 看是不是可以用台灣的鳳梨來做出一些美味料理 然後來幫助一下台灣的鳳梨農民喔 那現在就跟我一起出發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間愛買比較不一樣 但是這間愛買的裝潢完全顛覆我對台灣 那種大賣場又舊又老又破的印象 你看超級新的耶 它走進來就很像是在逛日本或是韓式大賣場那種感覺 很像是韓國樂天那個感覺 超級舒服的耶 那現在我趕快去找一樓生鮮超市看看它有沒有賣台灣的鳳梨喔 那現在呢我們是來到它一樓生鮮區 大家有沒有看到畫面的左上角有寫的一個網 代客料理區 就是這家店它比較特別的地方 它只要食材上面有貼寫代客料理的食材呢 就表示說你食品買了之後 直接拿到他們代客料理的餐廳 它會幫你煮好弄手 你只要付一點點加工費就好 所以我現在可能要去到他們的代客料理區 去問一下他們如果我直接再多買台灣的鳳梨 他們能不能幫我做一些比較特別的台灣鳳梨料理出來喔 那現在呢我就來到它的代客料理區喔 哇 事實上如果你不在它裡面買食材啊 它外面的這些料理 總率選擇也非常多 而且我看價格都蠻便宜的 普遍都是大概幾十塊台幣的銅板價 一隻大雞腿呢也只要89塊 這個我就不知道貴還是便宜 可是如果你換成韓幣呢 我跟你講便宜到款 那現在我要稍微提一點比較厚臉皮的要求 不好意思喔想問一下 如果想要再自己加一點食材可以嗎 拜託廚師 如果買一顆鳳梨這樣做的話 沒有辦法 因為它都我們就照我們品質的SOP下去做 OK 好吧 不好意思啊 有一點點可惜耶 剛剛他說沒有辦法再幫你料理額外的食材 你就只能買它上面寫好代客料理的那些食材 超出這個範圍都不行 不過我還是想要來試試看 因為畢竟來到嘛 而且他剛剛住在那邊的客人還挺多 所以我覺得大概是相當不錯的 那現在我來挑一點點食材 送回去給他們料理喔 其實我發現台灣的海鮮的食材 也蠻便宜的 像它這邊寫波士頓龍蝦 它是沒有寫重量啦 一隻是550 這樣的話是寒幣2萬多 感覺起來還蠻便宜的 不過感覺我買這個有可能會吃光 我看有沒有稍微分量小一點點 然後它這邊不只海鮮啊 就連肉類也有帶客料理 像你看這個 它上面是寫國產的虛股雞腿牌 這樣一份才44塊台幣 或者韓幣2000塊 2000塊都不到了 天啊 我後來覺得在台灣大飯廠裡面買東西 真的是超級幸福 價格都超級便宜 那我來買一份這個虛股的雞腿牌 來試試看 兩個大飯煎拿 我看這是像腿板煎嗎 可以可以 好我拿到我的煎雞腿牌跟炒花枝了 哇看起來真的是超級誘人的 它把它弄得很漂亮 然後因為它裡面的人真的是太多 基本上你很難找到一個位置可以坐下來吃 所以呢我就決定把它外帶出來 順便去買我們今天的主角 因為它這邊沒有辦法幫你料理台灣的鳳梨 但你還是可以自己把它買一顆過來當飯後提點 所以呢現在呢就跟我去買台灣鳳梨吧 好我現在總要把全部的東西給買起來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呢 有一盒我剛剛買的這個雞腿牌 然後呢一盒炒花枝 跟今天的主角 台灣的金莊凤梨 不過剛剛那個買水果的時候 老闆跟我講說 他說這個鳳梨呢可能還會有一點點酸 就時間他覺得不到非常完美的時候 不過他說是可以吃啊 只是會稍微偏酸一點 那現在廢話不多說我就該來試吃吧 那首先第一個呢我就先來試他的這個 雞腿牌 這樣一份呢是44塊加30塊的代客料理 70塊我覺得還算蠻便宜的 那我來試一口 嗯 它的雞腿瓶真的非常酥脆 外面的黑胡椒灑的也夠多 所以吃起來也夠鹹 再來試一口 嗯 柚汁真的是很多 而且我真的很喜歡它那個煎的脆脆 還灑非常多的黑胡椒 它下面還有非常多的那個雞汁 你拿這個雞腿牌稍微這樣蘸一口 蘸一份70塊 我覺得相當可以 好好吃喔 那接下來呢 我就來試它的花枝 它的花枝我覺得是相當很划算 你看這樣這麼大一盒也滿滿的都是 如果是在韓國你要吃到這樣一盒的花枝的話 沒有個12000 13000韓幣也就是差不多 280 290 左右 應該是沒有辦法吃到這麼多分量的花枝 而且你看肉也夠厚 而且聞起來 哇 它好像有幫你灑了一點那種椒鹽在裡面 因為除了烏登鮮味 我還聞到一點點椒鹽的香味 那我來試一口喔 嗯 好好吃喔 剛才燒烤的時候 它應該有再塗了一點BBQ醬上去 吃起來呢 是又焦又香 那現在我來試試看它這個餃 餃的部分 嗯 感覺它餃餃因為比較細 所以水烤的更加脆 然後也更稀稀醬汁 有的是比大捲的花枝吃起來 要更夠味更帶勁 我發現喔 吃海鮮呢 真的會很想要配酒或者是配飯 可是因為我自己是不太喝酒 可是我現在真的是很想 趕快拔一口白飯 就感覺你在吃這個花枝的時候 旁邊沒有飯 好痛苦喔 那吃完剛剛的雞腿排跟炒花枝呢 接下來就要吃我們今天的重頭戲 也就是我們台灣的 金鑽鳳梨 這應該可以算是我第一次吃台灣的鳳梨 就韓國是有鳳梨 但一般我在韓國吃鳳梨的時候 我不太會去特地看它的產地 所以我也不太確定 我在韓國吃到那些鳳梨 是不是台灣的鳳梨 不過我第一眼看到這個台灣的金鑽鳳梨啊 就感覺顏色比我想像中稍微偏淡一點 因為我在韓國吃到那些鳳梨呢 其實顏色都是非常的金黃 那我今天買到了這個台灣的金鑽鳳梨 看起來顏色是稍微偏淡一點點 那我來吃一口囉 好好吃喔 它吃起來其實很甜耶 是帶有一點點酸 可是反而它這個蒜呢 使它整體的甜味再更凸顯出來 吃起來好好吃喔 它這隻鳳梨真的好好吃喔 中國大陸你不要見口 我覺得那是你的損失耶 那我今天會突然想要拍影片來對台灣的鳳梨 其實像你在韓國待久 你會學會一句話就是 自己人一定要幫自己人 因為一般外國人對韓國的印象就是 他們很挺自己人 所以那個時候跟他父母在聊天的時候 尤其我看到他們家裡面所有東西 真的都是三星 就是電視是三星的 就連他們用的那種密碼鎖 是三星的 然後電話是三星 就是你所能看到全部家電 在他們家裡面全部都是三星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超級好奇 我就剛好趁那個機會 我就問了他媽媽說 因為在十幾年前的時候 其實三星的家電 做的還沒有像現在那麼出名 就那個時候其實是日本的 比如說像是Sony啊Panasonic 大家比較喜歡買 那韓國的家電呢 其實好像在除了韓國 他們自己買外國外人 其實一般都不太買 沒有像現在這麼出名 所以那個時候我就剛好趁那個機會 我就問他父母說 三星的家電其實好像並沒有 非常的好用 那為什麼你們家 就還是願意花那麼多錢 去全部都去買成三星的 然後那時候他媽媽就回了我一句話 我現在想到那句話 我還會騎雞皮疙瘩 他就跟我講啊 你不給他錢繼續做研發 他們怎麼有辦法做出更好的東西呢 大家有沒有感覺到 這就是台灣跟韓國差別 韓國人他們真的是很挺自己人 挺到呢就算他們的東西不好 可是呢他們就還是願意去買自己的品牌 把這個錢呢讓自己的人賺 但是呢他們的廠商也真的夠一切 他們知道可能這個產品 他們現在做的不夠好 但他們的國民呢願意再給他們機會 所以他們就有資金呢 真的也拿出更好的產品 所以就是你在國外待久了 你會真的學會一件事情 自己人一定要挺自己人 如果連自己人都不挺自己人 那這國家真的是完蛋 好啦今天這支影片呢 我本來是想拿台灣的金鑽鳳梨去給外面的餐廳廚師 請他來做出幾道特別好吃的料理 來試試看台灣的金鑽鳳梨 雖然沒有成功 但是我今天親自試吃了台灣金鑽鳳梨 我也跟你講真的 味道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非常推薦大家去買來看 然後我前面講的那些話呢 可能有些觀眾看了會有一點點不高興 可是我一般來講我都是講實話 那我自己我自己認為我自己是台灣人 所以我也希望台灣人變得更加好 我們台灣已經是不輸韓國 如果你有去過韓國 或是你有去過日本 去外面逛過一圈你會發現 當然台灣每個方面 不可能說是每個方面都贏過其他國家 但是在某些方面 我們真的是不輸韓國跟日本 那如果我們的國民 人跟韓國國民一樣 那麼挺他們自己的企業 那我相信不出幾年不要講輸了 我們因看過 這個真的都是非常有可能發生 所以大家如果有空 或者是沒事經過那些水果鋪的話 請多多支持台灣自己的水果 這個不是業配 但我覺得中國大陸不要的東西 如果我們台灣人自己不去挺 那真的也太過可惜了 而且它的品質是真的不錯 好啦 那以上就是布韓利在台中派給大家的就是 台灣金鑽鳳梨味道一級棒 那我們下集再見囉 我們下集再見囉